美股不缺新鲜事,大家好,我是阿吉,欢迎来到美投凯新闻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吉 这种市场势必会很热闹,明天就是CPI通胀数据的公布 紧接着后天就是美联储的例会了 而今天市场不知道是不是CPI的结果走漏了风声 尾盘开始拉升,三大估值全线收涨,都涨超1% 板块方面,今天所有板块也全线上扬 其中能源、公用事业和科技板块涨超2% 消费者非必需品板块涨幅最小,仅为0.39% 今天上来,我们先来看看市场对CPI的期待 看看市场的关注点都在哪里,好为明天的分析做准备 接着,有一篇报道指出,有部分投资者认为 大科技的时代可能要结束了,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还有币圈最新的消息,第一大交易所币安可能也要出事了 那么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明天就要公布万众瞩目的CPI数据了 这次的数据重要性不言而喻 他不仅会决定后天美联储会不会真的放缓加息 也对明年的通胀走势有很强的指引作用 我们就先来看看市场对于明天的CPI有什么期待 先来看看市场的预期 市场预计,11月CPI会缓比上涨0.3% 同比来到了7.3% 除去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也预计会缓比上涨0.3% 同比下降至6.1% 那么市场的关注点在哪呢?主要有三点 其一是商品端的通胀是否会持续下滑 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汽车 上周我们聊过汽车 特别是二手车的价格大概率会推动通胀下滑 这也是符合市场预期的 不过投行Jeffries的首席经济学家就指出 我们需要看到的是持续的跌幅 如果价格反而开始稳定住了 那么有可能推动核心CPI反弹0.1% 其二是住房见顶了吗? 这会是拖地通胀的最大动力 也是阿吉认为明天通胀数据最重要的一部分 当前各种租房平台已经告诉我们 房租出现了显著的下滑 但10月份的CPI数据当中 住房却反而出现了今年以来最大的环比增长 上涨了0.8% 不少分析师都指出 CPI当中的住房是要有一年左右的滞后性的 如果往回推 已经过去了去年年中房租涨势最凶的时候了 所以CPI的住房大格率是见顶了 那么明天公布的报告当中 重中之重就是看看这住房这一项 是否开始出现了放缓 如果开始了 那么对市场来说是一颗重要的定型丸 其三是服务通胀的情况 上个月 医疗服务就意外地下滑了0.6% 那么这次市场也期待医疗服务能够继续下滑 其中医疗保险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医疗保险的价格是服务类通胀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有迹象表明医疗保险的价格会显著的下降 他们研究发现 医疗保险的价格和医疗保险公司的利润成正比 利润越高就预示着保险的价格越高 而根据劳工部公布的数据预测 医疗保险公司的利润正在急剧下降 这预示着医疗保险的价格也有望缓解 这也有助于通胀的继续下滑 对于明年的期待 经济学家们都预测 通胀会在明年上半年显著下滑 到了2023年的二季度 通胀应该会在4%左右的水平了 年底则为3% 不过之后的下滑会非常艰难 2024年的二季度还在2.5%的水平 法国巴黎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就说 8%到4%应该会很快 但从4%砍到2%才是难跌所在 很难想象美联储会在4%的水平上开始降息 而明年的重点就是薪资了 这会决定最后的几个百分点能够下滑多快 也是未来6到12个月的重点 阿基认为 明天的CPI大概率是下降的 只不过不知道幅度会有多少而已 但不论如何 它所带的风险都不容小叙 今年以来 CPI所造成的股价波动是很大的 根据彭博社的统计 CPI已公布 每股的平均涨跌幅度在3%左右 而在过去11次的CPI报告当中 有7次大盘是下跌的 也就是说 尽管最近有很多数据表明 这次CPI肯定要下跌 看起来跌幅还不会小 但市场如何反应还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如果下跌幅度小于预期 还是有可能造成市场下跌的 所以我认为 现在赌方向是非常不明智的 阿基这两天就给自己加了不少对冲 倒不是因为我看跌 单纯就是因为不想跟着市场波动 我就希望能够安稳地度过这两天就行了 现在控制风险比什么都重要 除了通胀 今天有一篇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 大科技的时代结束了吗 这篇文章醒目的标题在说 是的 有部分的投资者就认为 当今大科技 尖牙 Fang的时代终结了 那么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他们为什么这么认为 尖牙 Fang指的是Facebook Apple Amazon Netflix 和Google 过去13年 他们的表现不用我多说 我们投资者也是知道的 这几家公司强劲的增长 是撑起过去十年长牛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历史表明 每个阶段的领跑者 几乎不会引领下一个时代 当初的巨头IBM 通用电器 艾克森美孚 虽然在他们的年代如日中天 但过去十年的表现 是没有办法和Fang比的 不少投资者也认为 Fang也是如此 他们最牛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在未来 不会再给投资者如此丰厚的回报了 彭博报道称 最近这种信号越来越明显了 年初至今 Fang大幅度跑输大盘 Meta Netflix的增长 也已经大幅度放缓 甚至停滞 而苹果 亚马逊 和谷歌 则太大了 很难像以前一样飙涨了 iPhone的销售 也不像以前那么火热了 基金经理Clody就表示 他们已经大幅度减少了Fang的仓位 下次牛市来临的时候 这几只不太可能会领跑大盘了 高盛也在11月份的时候写道 大科技惊人的营收增长已经消失了 他们的策略师预计 大科技今年的全年营收增长仅为8% 而整个标普却有13% 这种低于大盘增长的表现 是从未有过的 天力投资的股票主管就说 现在市场已经知道你们在放缓了 所以别再整一些大亏钱的项目了 短期赚钱能力是很重要的 现实一点 增长变慢没关系 只要投资别亏了就行 但未来一段时间内 科技股可能还是得撑压 分析师预计 明年整个市场的盈利 还会有2.7%的增长 而整个科技行业的盈利 则反而会缩水1.8% 所以他们继续拖低大盘的概率是很大的 很多投资者可能认为 等到市场好转 这些科技股会快速反弹 然后重回历史高点 再创新高 而从历史上来看 这样的期待可能要失望了 斯科和英特尔在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 就再也没有回到2000年的高点了 纳斯达克虽然后来创了新高 但也花了近15年的时间 不知道各位看完这篇分析后 是否对大科技有点失望了呢 不过阿吉却有不同的观点 在我看来 大科技的时代还谈不上终结 从增长来看 像云计算 人工智能等新型行业 都有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 大科技不仅有布局 还是其中不少领域的领导者 而且大科技还掌握着大量的用户数据 这带来的互乘和效应是极其深厚的 不是那么容易被突破的 从市值大小来看 过去当苹果突破1万亿美元时 就有不少声音说 市值太大了 之后想要增长就难了 结果两年后又翻倍了 突破了2万亿美元了 所以从市值大小来说 未来回报率会降低 虽然从数学上看起来很合理 但实际上很难战斗住脚 而最后 股票的长期回报 还是要看盈利的表现 这些大科技的赚钱能力 可都是美股里最顶尖的了 就连下跌最狠的Meta 最新的财报运营利润率 都有20% 所以这些投资经理所做出的判断 更多是针对未来一年左右的展望 而从一个更长期的角度来看 我认为大科技的未来依然值得乐观 虽然大科技不值得担心 但另一边的币圈可就不一样了 今天路透社报道称 美国的司法部因为内部分歧巨大 所以打算延长对于币圈第一大交易所 币安的调查 刚过去没多久的FTX还让人心有余悸 这次的币安事件 会不会成为币圈又一场大地震呢 据报道 这个调查始于2018年 司法部想要弄清楚 币安是否遵循了美国的反洗钱法规和制裁 有一部分的检察官认为 当前所获取的证据 已经足以起诉创始人赵长鹏 CZ和一系列币安的高管了 但另一部分则认为 还需要更多的时间 搜集更多的证据和线索 阿吉在这里给大家简单说一下背景 在2018年 币安就被曝出不少罪犯 利用其平台转移资金 美国西雅图的检察官就开始调查 同年10月 CZ在内部的会议当中就说 我们要武装起来来应对监管的风险 所谓武装起来就是大肆的聘请律师 根据美国的法律要求 加密货币交易所 如果在美国拥有大量业务的话 是需要和美国财政部注册的 并遵循美国的反洗钱规范 包括内部流程的制定 尽管币安有三分之一的用户都在美国 但他们并没有执行 反而 为了转移美国监管层的注意 CZ就采纳了身边人的计划 在美国设立一个新的交易所 币安美国 这样美国监管层的任何调查 都会先从币安美国开始 就能够最大程度减少 对于币安主平台的冲击 主平台的内部机密文件 也不用交给美国了 在2020年12月 美国司法部就要求 币安上交所有包含 必须销毁 删除或整改的文件 还有CZ和12位高管的通讯记录 知识人士说 司法部的这些要求 很多东西都按照CZ的要求销毁了 无法上交 最终币安是如何回应司法部的要求 还无法得知 鉴于这些挑战 2021年 币安就聘请了至少 5名美国国税局的前官员 有一些分析就称 这一方面看起来 可能像是币安为了合规 所做出的一些补救 但另一方面 这么多前官员身份的团队 可能可以更好地帮助币安 绕过监管层的追踪 目前看来好像后者的可能性 更大一些 2022年年中 币安美国的合规团队 几乎有一半的人出走 根据其中的四人 CZ指定的美国新总裁 一直在极力地推动新用户的注册 注册的速度快到 他们没有办法检查 这些用户是否具有洗钱的嫌疑 当前 西雅图检查办公室 还有美国司法部 所搜集的证据 已经不再只针对币安本身 也有大量的证据 准备指控CZ和其他高管 但最终结论如何 还无法确定 阿吉认为 如果CZ和币安被定罪 那么对于币圈来说 一定是一场巨大的地震 可能币圈第一大交易所的地位就此不保 而比特币等加密货币 还会有很大的跌幅 所以未来的风险不容小叙 之前的视频当中我也提到过 币圈的问题是个行业性的问题 没有监管就一定会有漏洞 这最终损害的 还是参与币圈的投资者们 好在现在推出监管的条件 越来越成熟了 此前币圈有很多的声音 都在抵制监管 但没有监管的币圈 是怎样都无法进入主流的 吸引像养老金这样的大资金 这就成了它长期发展的最大障碍 而如今经历了FTX破产等暴雷事件后 行业对于交易所的监管 是越来越欢迎了 这就让美国的政客 在推出监管法律的时候 更有民意的基础 也能更快地执行 从长期来看 这无一是件好事 不过我认为在监管没有清晰之前 币圈的市值是没有突破新高的基础的 下面来看一条小消息 微软宣布了与伦敦交易所 长达10年的合作 并购买了交易所4%的股份 这个合作方案旨在提升 伦交所的数据方面能力 包括新的数据基建设施 下一代的数据分析和云计算 据悉 仅在云服务产品当中 伦交所在这10年间 至少要购买28亿美元 受此消息影响 伦交所股价上涨了4% 微软上涨了2.9% 伦交所会把公司的数据 和重要的基础设施 转移到微软的Azure云上 微软的CEO表示 云和人工智能的发展 会彻底改变世界的金融格局 会改变机构怎么做研究 怎么做交易 最后 别忘了本周值得关注的宏观消息 有周二美国11月CPI数据 周三美人储立会 周四零售数据 英国央行利率决议 欧洲央行利率决议 周五 S&P12月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出值 值得关注的财报有 周三盘后的携程 周四盘后的Adobe 以上就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各位觉得我做的还不错 别忘了点赞带走 持续输出不易 阿基需要您的支持 谢谢各位